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 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 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 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 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 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 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 亚伯拉罕 撒拉 以撒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弥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 就是AI 很多人看我们频道那个名字 AI News 爱报道 是吧 还有人在下面跟我们留言说 这俩人好像不是真人 好像是两个机器人 不是 这是两个真人 一个台湾人 一个东北人 所以我们是两个真真正正正的人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讨论的AI呢 就是大家现在就是在网络上非常火的吧 然后大家也一直都非常关注 从好几十年前大家就开始关注 那么现代人呢 对AI产生了大概两种情绪 就是又爱又恨啊 一方面呢 是因为说科技进步了 感觉好先进啊 我们是新新人类之类的这种感觉 还有一方面就是 因为好像很多人类 因为AI的出现 失去了竞争力 那这个思想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 从我们的娱乐圈里面就可以看到 从1980年代的异形 还有阿诺斯瓦辛格的魔鬼终结者 一直到2000年的AI人工智能的这个电影 威尔史密斯的iRobot 骇客任务三部曲 我们都可以看到人类对于AI的憧憬 人工智能的憧憬以及恐惧 一边认为说 人工智能实在是太好了 让生活变得可以好方便 以后冰箱空了 人工智能会自己买食物 未来也不用自己开车 机器人会帮忙开车 未来家里面不只有扫地机器人 还有做饭机器人 除草机器人 写作业机器人 在工厂里面做苦力的机器人 在工地里面做危险植物的机器人 未来的世界好像好完美 但是好害怕 有一天人工智能将会有自己的意识 取代所有的人的存在的必要 当AI发现人没有存在的必要的时候 就会转过来奴役人类 这样的电影好像也不少见 太多了 太多了 然后很多人大家都会发现 就是说等拆GPT一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大家好像问他最多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想要杀死人类 好像都是这个样子 你看电影里面所有机器人电影里面 你第一个事情不能做就是我不可以伤害任何人类 然后我什么什么什么 好像他们都已经想过类似的场景了 对 那这些担忧呢是真正存在在我们现在的人的脑海里面 不仅是电影这样演 像是什么Elon Musk 对啊 Elon Musk 包括像Google的AI执行长 他们真的都在担心这些事情 就是说AI会不会真正的取代人类 那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进步 手机可以帮我们做好多东西 我们的车子越来越可以接近真正的自动驾驶了 我们常常会怀疑就是说 我们的手机是不是在偷听我们讲话 常常有些东西 我们没有在网上搜寻 只是在跟朋友聊天 或者是跟家人聊天的内容 结果Facebook上面就出现了谈话内容的广告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 现在可以创造一个黑暗中运行24小时的工厂 大公司可以大幅的降低成本 因为不需要人 不需要主管 什么都不需要 只要一堆机器在仓库里面跑来跑去就好了 日本的这个京都高台寺还出现了AI观音 我就是感动的名字 感知罪菩萨 OK 这个观音不只是在那个地方一个雕像而已 还可以跟人对话 还可以有动作 不管你从哪里来 任何语言都可以 你可以直接跟这个观音对话 而且你知道吗 我还看新闻说 印度有家公司开发了一个网站 这网站已经印度他们的一个佛有很多嘛 每一个佛都有聊天室 是呀 全部都是AI的 所以你进去了之后 你想说 看我今天到底想要跟哪一个对话 我想跟哪一个问问题 所以就直接点进去 对 然后这个网站创始人就说 自从这个网站开发之后 这个业务啊 简直是忙到报表啊 每一天都超级忙无比 然后那个网站的运行速度实在是要一直要加快 因为太多人跑到这个网站上 跟那些就是每一个什么他们的那个佛 跑去那边跟他聊天 真的是AI取代信仰 对 AI取代信仰 我看的那一篇文章里面 他讲的就是说 现在AI造出了很多假神等等等等 那当然基督教也有人去做这样的网站 有那个AI耶稣 但是我有去他那个网站看了一下 他是领人信主的这样的网站了 就比如说你生活中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我的伴侣要跟我离婚 或者怎么的 我要怎么办 然后你把这样的苦恼输进去 他就会根据相应的经文 来给你解答 基本上就可以针对你个人的问题 来给你做一个 比如像机器人 给你用圣经的话语做心理辅导吧 我猜大概是这样 那就连Elon Musk跟这个 刚刚提到这个Google AI这个执行长 都已经在警告我们 就说不可以再研发人工智能的 继续研发的话会对人类造成威胁 不但有一天会取代人类 而且还有可能变成攻击人类的这个生活模式 所以呢 其实大概现在主要担心的有两个部分 就是害怕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说AI会不会哪天开始杀人 就是因为对吧 他们是没有生病的东西 那他们就这样杀起人来 如果哪天什么一个AI一造反 然后一下令说来全屠城 就是抓到人类就杀掉等等等等 大家是看电影这个里面 也会演这样的情节 所以这个变成了其中的危机之一 就是大家会害怕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可能目前为止比较现实的一件事 就是说AI来了 是不是我怎么办 很多工厂里面已经不顾那么多的人了 因为AI又便宜又经济又实惠 而且他不会跟你那个搞一些五七六八有的没的 他不要加薪 对他不要加薪 而且他不要休息对吧 他也不要吃饭不要喝水 他就一直在那边工作 所以AI是不是真的能够取代我们 或许现在只是取代一些比较机械的工作 像工厂里面流水线上的工人 你放个螺丝丁放个螺丝丁 一直在放螺丝丁那种 那这种可能是AI取代那或许他在发展发展 能不能取代一些高精尖的这个方面 就是说完全这啥也不用人干了 你们就是完全找不到工作了 所以AI是不是有一天真的可以完全取代我们 那我个人不是一个AI达人 人工智能并不是我的强项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 但是我认为大概不会 我不认为说科幻小说里面的场景 人工智能完全掌控人类会真实的发生 我们都知道意识这个东西呢 是只有在生物上面出现的东西 认为我们可以创造意识 把无中生有把这个意识植入在非活物的东西上面 只是小说家的幻想世界而已 这其实是一个现代唯物主义造成的一种恐惧 唯物主义的人把人类变成一个贪婪的机器 一个无神论者的世界里面的意识当中 人类把自己当成只是一堆无中生有的细胞 一堆肉球 只是宇宙大爆炸当中意外出现的产物 当我们把所有的人文艺术 像说什么人会唱歌写作画画 都变成是意外产生的意识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很自然的会认为说 有一天人工智能也有可能会意外产生这个意识出来 那这个思想是一个有非常大的漏洞的 就是他们虽然认为说 我们的意识只是意外产生的 但是人工智能却需要电脑工程师 程序师设计出来 但是同时他们又坚决否认 就是我们的意识背后有一个伟大的设计师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Siri跟ChartGPT还有亚马逊的Alexa 不会有意识的联合起来计划一个阴谋论来努力 对我觉得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人在小看自己 对 但是却在高看这些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 其实这个从逻辑上面来讲是非常奇怪的 我们不管是从历史看到现在也好 你看到各种的宗教 他们会造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就开始在那里拜 就是求你了救救我救救我 但是他们却不相信 说神已经创造了一个 就是这么聪明 然后你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样一个人 他却不相信你有了一个这么好的工具 可以去摆脱你现在的困境 反而他们要弄一个人手造出来的东西放在那里拜 其实这个逻辑是非常奇怪的 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 就是你千万千万不要小看自己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在网上说说 这个人体什么人的大脑 大概只开发了什么百分之一 还是百分之零点几 那这个说法我就不知道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我觉得也不至于说开发到那么那么低 但是说实话 现在的这些给我们带来的方便 的确是让我们的聪明程度降低了 因为人变懒了 我们说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话题 你就算我 我没有手机 我没有导航 我就哪也去不了 这个就是我在生活中发现的 是我依赖这种电子的程序 或者是现代开发出来的这个科技 最有问题的一个 就是在生活中你会遇到的实际方面的问题 我们看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 在他们二十来岁十几岁 刚开始开车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手机 为什么我会造成依赖 因为我开始开车的时候 已经有手机可以导航了 他们在学会开车的时候 没有 你如果要是现在给我拿来一个地图 我大概要花很多时间 我说这到底是哪一条街 这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 而且你的记忆力也会损失掉 就是你如果要开车一直在看地图 你就不会要记住我哪一条街转弯 之后会通到哪一条街 这些练习记忆力 或者是这种思维能力 或者是你对整个你们这个地区的 这个地图的一个3D的东西 在你脑海中 没有这个架构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害怕机器人 因为机器人这个东西 说白它就是一个电脑 你说你的记忆力能有电脑墙吗 那不可能吧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耳朵这里头能插根网线吗 比如说我一插网线对吧 你说夸花大脑力搜寻 答案就出来吗 不可能 但是我们不需要跟他去比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人手创造出来 它是一个器具 你说你为什么要发明一个铲子 去铲地 在你铲地的时候 因为你的手就赶不上铲子好用了 所以你会有一个铲子来帮助你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工具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不管是说在那些高校名校 毕业出来的毕业生 像什么哈佛耶鲁等等 都是非常聪明 但是如果这些人没有正确的价值观 他们会拿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去做坏的事情 这个才是你应该去害怕的 我们应该害怕的 不是这些AI的机器人 是不是会代替你的工作 是不是 我觉得这些担心都会没有必要 你要担心的是 会有人利用这样的工具 去做坏的事情 就算我们不需要害怕 有一天人工智能会创造出来一个阿诺 变成魔鬼终结者 然后把我们全部杀掉 奴役我们 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要注意很多的事情 因为我们在某层面上 还是非常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奴役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隐私权 就跟我们刚刚讲到的一样 好像我们的手机在偷听我们讲话 好像知道我们跟我们家人朋友聊天内容 但是其实更可怕的是 他们没有在偷听我们说话 但是他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去了哪里 他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在干嘛 我们的手机随时都记录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然后透过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大数据 来预估出来说 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需要什么 然后把那样子的东西再摆在我们的眼前 网络出现了之后 出现了鼓励我们分享自己生活的平台 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商品 我们的生活全部都变成一个 可以搜集搜索贩卖公开的一个产品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商业互动 因为网络从来就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 产生的就是一代的人 自愿的把自己的人生当成是商品 卖给那些社交媒体 把自己的私生活当成是商品卖出来 而那些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卖掉的 将会被逼着把自己的人生卖给那些大公司 而且那些大公司还会冠冕堂皇的说出来一堆理由 各位可以想想看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会给现在这些 非法入境的非法移民免费的智慧型手机 现在叫做拜登 Phone 为什么要发给流浪汉这些免费的手机 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有一天我们的政府可以用这些人工智能 预估我们可以犯罪就是我们会犯的罪 像那个Tom Cruise的那个Minority Report那个电影的内容一样 而且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而且是已经在发生了 读取人类的思想已经在发生了 现在YouTube的大数据 Facebook的大数据 人工智能读取人类的思绪已经成了一个大数据的方式 进行了好几十年了 他们现在根本不需要窃听我们的谈话内容 他们已经创造出来一个大数据的系统 预知我们会干什么 会做什么 会想什么 一个比读取我们的思想的人工智能更可怕的东西就是 不用读取我们的思想就可以知道我们脑子里在想什么的人工智慧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是非常非常的需要谨慎 那不仅是说要谨慎的等待说耶稣哪一天就会回来 在这之前要预备好自己 更要谨慎的是魔鬼遍地等着可吞吃的人 那我觉得像这个AI这个人工智能 或者是像你刚才手机讲的东西 其实是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打开了一个破口 它可以会用这种网络的东西或者是手机的东西 它让你进入到一个犯罪的领域里面 你像如果以前的人没有手机 那么他犯奸淫罪的这个几率比现在是要小的 你如果要是现在想要犯奸淫的罪你非常简单 你只要把手机打出来对吧 拿出来之后你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比如说你可以在上面随便找一个不认识的女的 只要你有钱只要她愿意 你们两个就可以达成一个共识 或者是说一个更直接的 你只要把手机淘出来 你可以去网站上你可以随便看A片的 现在这种网站多的是 但是你想以前的人亚伯拉罕那个年代的人 他如果要是想要犯奸淫 他就必须得找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女的 他俩还得看对眼 而且两个人都知道说 哎呀如果要是对吧 我这是个犯罪等等等等 就是现在要犯罪比以前要简单的多 而且像这种人工智能你说了 他不需要听你讲什么 他根据你的大数据 他就知道你想要犯罪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对吧他感觉说你这个人 怎么好像对赌博这个方面 一分析说你这个人可能参与赌博的概率是多高多高 夸往你手机上放个广告 离你们家最近的赌场 现在开始什么大抽兵活动 你只要来怎么怎么样 就给你一系列的好处 然后从几点到几点 然后如果你没有车 我们还可以专车接送 把你拉到拉斯维加斯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畅游 我们可以给你宾馆等等等等 一下就进去了对吧 要是看年轻人说 你这个人年龄段大概是20到30岁左右 喜欢流行音乐啪给你手机上一推 5月19到5月21号连续三天 在拉斯维加斯有EDC的活动了 你要不要来 点击进来就可以买票 对吧 就是现在的这种东西 他知道你喜欢什么 他知道你渴望什么 所以他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都丢到你的面前 所以你说现在是不是更加的需要有自知力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常担心 机器人会慢慢变成人类 但是我们其实要担心的是 人类逐渐变成机器人 而且这个已经在发生了 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我们的电话基本上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意志 我们如果没有电话的话 我们人生基本上就没办法作业 这个最终目的其实就跟这个 《银翼杀手》这个电影里面看到的世界一样 人类跟科技完全融合在一起 人类透过科技 而拥有这个超乎常人的能力 就跟所有的人工智能的议程一样 他们会说你可以这个让残疾的人士可以站起来 你可以让半生不随的人可以跟人沟通 你可以装个机器手装个机器脚 放个晶片在脑子里就可以上网 用电脑上网 这都很棒 但是我们需要依赖那些科技公司跟医疗体系 来限制这些先进的人类装置 而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些公司做的事情 没有一个是在限制自己的 他们创造出来的产品就是想要逼人使用 逼别人打疫苗 限制购买抗生素 他们绝对会想要把人类的脑子放到网路上 或者就是那些有钱人 或是有权利的人 可以透过科技来在网路上 在这个东西上面 透过科技来得到永生 最终这些东西最有可能的事情就是 跟我们现在在常常讨论这些变性主义做一个连结 以后你可能想要变性 你可以真的去买一个人工智能的阴道 人工智能的阴晶 会让你有月经的感觉 一切的这个生态都可以用人工智能来模拟 就算是这个样子 还是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变性 因为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DNA 那如果有一天一个科技真的可以改变DNA的话 那那个就不是人工智能跟人类结合了 而就是他杀了你 然后创造出来一个新的人出来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科技还是会让人变得更不像人 会变得更像机器 那第三个呢也是最有可能发生的 而且已经在发生的 就是人工智能会让人的生活变得很无聊 人工智能或许会让我们的工作减少 烦恼减少 欲望减少 野心减少 让我们变成一个机器人 就跟那个WALL-E里面那个电影一样 每一个人都坐在一个磁服的这个轮椅上面 没有自己的时间 吃喝拉撒全部都在这张椅子上面 然后看着一个虚拟的荧幕 没有任何的欲望 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思想 全部都是人工智能给出来我们的生活 当AI告诉他们要换衣服的时候 就全部按一个按钮 然后那个衣服就可以变成 AI说的最流行的颜色 我们失去创造的能力 我们失去思想的能力 我们为了方便 为了娱乐 自愿的把自己的人生送给人工智能 AI会创造出来一堆没有用的人 他们不想要结婚 不想要生小孩 不想要家庭 不想要工作 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人 没有任何目标的人 活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人生当中 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 一切都被AI弄得服服帖帖的 我们将会失去我们的灵 我们将会失去我们的魂 人将不再追求成功 人不再有任何的追求 这个世界将不需要我们的存在 因为我们没有存在的必要 AI不会主动成为 而且是不会主动强制性的成为我们的主宰 唯一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主动的邀请他们 让他们变成我们的主宰 就是所有的东西一样 包括我们的政府 政府没有任何的力量 是人民选出来 然后人民自愿的把这个 力量给他们 撒旦也是这个样子 撒旦没有任何的力量 我们做任何事情 撒旦如果说要跟我们 做什么交易的话 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权利给他们 就像那个小美人鱼里面 那个乌苏拉要把这个小美人鱼的 这个声音夺走的时候 他是要签一个合约的 是小美人鱼自愿的把这个东西放出去的 所以说我们的人生跟这个AI的关系 其实就跟所有的东西一样 没有任何东西 have power over us 我们是有权柄的 我们的话语有权柄 我们的人生有权柄 我们是要来生养众多管理这地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自愿的放弃我们的权利的话 如果说我们自愿的放弃我们的人生的话 我们就会被那个东西努力 对所以不管在身后中的任何事情 或许你会觉得说 面临很多很多的困难 但是你要知道你是有权柄的 而且你的权柄是直接来自神的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知道 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践踏你 或者是可以强力的从你身上夺取 没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要从今天开始 你要决定的是 我不要把我的权利给他们 你可以宣告说 我不要把我的权柄给你 我有权柄 告诉你说离我远一点 我不要把我所有的东西给你 所以你要把一切东西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包括你孩子的教育 你不要把教育孩子权柄 去交给学校 去交给政府 让他们有这样的权柄 去可以洗脑你的小孩 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或者是像说政府 我们不要给政府这样的权柄 就是说你可以无限制的 只要我舒服就好 你们看着办吧 你们看着怎么来 怎么能好好的服务 不要给他们这样的权柄 你要做的权柄是要监督他们 就是说你不可以这样做 这个是你的权柄 你告诉他们 你不可以做这个 你不可以做那个 你不可以做那个 因为你侵犯到了我的权利 所以你的权柄要永永远远的 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而且呢 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害怕 因为害怕不是从神来的 害怕是从仇敌来的 一切不好的情绪 不管是害怕 愤恨 或者是嫉妒 争敬等等等等 一切的这些情绪 全部都是从仇敌来的 而不是从神来的 以赛亚书43章 神在这里亲自跟我们说 说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招你 你是属我的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不是宇宙大爆炸 无缘无故产生出来的一坨细胞 然后这个细胞慢慢长长长 就长出你一个人 你这个人有手有脚 能吃能跑 对吧 还有灵死了之后 你这个灵还能回到耶稣乃去 没有这种事情 你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偶然 如果你的存在是偶然的话 我们可以造出来 一大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对不对 Eason一号 Eason二号 Eason三号 Eason一千号 Eason一万号 你如果要是看到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被精心设计过 虽然你可能对你的某些 处境不满意 或者你某些不满意 It all doesn't matter 这个是神专门为你设计的 所以你是宝贵的 而且你是拥有属天的权柄 这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神在这里说 你是属我的 我们每一个部位 他都精心的设计过 你看这是 多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不要害怕 这样的机器人 机器人是批量生产的 而且机器人是人造的 但是你是神造的 你为什么要怕他呢 路加福音十二章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耶稣这里亲自说 说我要指示你们 当怕的是谁 当怕呢 杀了以后 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正要怕他 就是你们的头发 也都被数过了 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麻雀都不是批量生产 你看到猫跟狗 这些东西都不是批量生产 神造的东西 永远比人造的东西强 AI机器人 赶不上你家的猫 赶不上你家后院养的鸡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办法 去创造出生命 所有的生命 没有批量生产的 每一个都是被神精心设计过的 所以不要害怕 因为我们的头发 都已经被神数过了 我觉得你讲的 你一开始讲的非常重要 自己的尊贵性 我们是得到圣灵的 我们是得到灵的 我们是亲自神 对我们鼻孔吹气的 这些东西是我们的 是只有人才有的这个东西 当我们知道人尊贵性了之后 当我们知道说 我们跟这世界上 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 这个猫啊狗啊 不但是神为我们创造的 而且还是我们命名的 我们有这样的权柄 当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的尊贵性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害怕 那些东西出来 那AI这个东西 唯一奴役我们的方式 就是我们忘记我们自己 我们忘记我们身为神的子民 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的尊贵性 那这个时候 所以说害怕AI会对我们怎样的 通常都是无神论者 通常都是一堆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因为对他们来讲 可能这个东西 就是在他们世界里面 最能够惧怕的一个神 他们会害怕这个东西 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 在这个上面还有权柄 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说 自己的身份 真的比这个东西要尊贵 所以真的真的不要害怕 神告诉我们说 你怕的是谁 你怕的是有权柄 能够把人丢在地狱里面的 你要怕他 所以AI这个东西 我们真的不需要害怕 你唯一要害怕的就是 你在未来的生活中 每一天的生活中 你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 你是选择AI提供给你的方便 娱乐 还是你要选择神 你要选择世界 还是选择神 所有的事情都是选择题 而且这个选择题 只有正反两面 你是选择善 还是选择恶 这个选择题 我们每天都需要做 或许有的选择题 你没控制住 你选错了 但是从今天开始 如果你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祝福你 希望神兼顾你 每一道选择题 你都能够做出对的答案 不管是在你的人际交往中 在你的生活中 在你的工作中 还有在你对孩子的教育里面 还有你在教会的服饰 在各个方面都希望你能做 那个最正确的选择 没错 从奸起 否则一下宣告 不用GPS 好 我今天晚上下班 真的 我今天晚上下班 我就那个 我就挑战一下我自己 不用GPS 我就看着路 我就开回家 可能会费一点油 但是 开始的时候总是挫折的 我相信 我就开个两三四之后 我一定可以了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离开GPS就不会开车呢 那我们知道了 这个是不太对的事情 所以从今天开始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从今天开始 摆脱这些人工智能 这些一切给你方便的东西 对你的控制 生活非常美好 在不用GPS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 路边有很多 你以前从来没有在意过的风景 然后我们也不再需要 被手机捆绑 出门 走到你的neighborhood去看一看 看看你们家最近的公园里面都有什么 去跟那个邻居聊聊天 你会在生活里面发现 很多很多非常美好的事情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